我们有两个故事都是跟地球的环境变化有关 而且是情况相当的不乐观 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个当然就是雨林的问题 最近我们探讨了在巴西的雨林基于种种的理由 它们不断的被恶意的纵火 或者任何的情况的破坏 到如今破坏的面积几乎已经接近五分之一 引起国际的关注 索性在国际的关注之下 巴西政府至今采取若干的措施 有没有效 当然我们要看后续的观察 但如今另外一个地区 类似的情况也在不断的重演 那就是印尼的雨林 这里的雨林同样覆盖着广大的生物 同样的对地球整体的环境 有带来重大的影响 但也同样的面临类似的经济 作物 环保 以及政府自己的政策 究竟该怎么走彼此之间的矛盾问题 我们今天就看看在印尼如新的情况 是否会继续走向重演在巴西的类似的悲剧 繁团的大马路上 放眼望去竟是灰蒙蒙又厚重的浓雾 来往车辆只能打开车灯 小心翼翼的前进 这段影片就更为夸张 一大群机车骑士赶着去上班 但眼前只看到浓密又暗的雾霾 能见度不到300公尺 道路根本完全消失 骑士只好猛按喇叭警告过往人车 唱面显向还生 机场的情况也是一样 灰暗迷雾中的班机在跑道上 勉强滑行起降 部分航班被迫取消或是更改时间 许多乘客戴上口罩自保 还有人根本是打击去逃难 印尼正遭遇三年多来最严重的买害 受创最惨的地区包括苏门达拉西部 加上婆罗州的加里曼丹 总共六个省份 空气品质多次破表 悬浮粒子浓度高达危险等级 岂北之多 民众出现呼吸道症状 医院几乎每天挤满就诊病患 尤其是抵抗力脆弱的婴幼儿 坠根就底 元凶就是位于苏门达拉以及加里曼丹 世界第三大热带雨林发生毁灭性大火 从今年一月开始 苏门达拉与加里曼丹的灵火几乎没停过 近一个月来火事更是失控 根据官方统计 烧毁面积达到三十二万八千公顷 约等于台湾的台东县 不过媒体估计 实际受灾面积可能为三倍以上 对抗难以扑面的灵火 印尼全国总动员 六个受灾省份宣布进入禁忌状态 将近万名仅一销人员 在前线全力管救 抢救大火双管齐下 出动至少52架次直升机 从空中撒下超过两亿六千万公升的水 另外配合天后 军方密集的出动军机 在火场上空进行人造雨 无情火把森林烧个金光 生活其中的野生动物也受苦受难 重灾区家里曼丹 一个动物保育团体 在清理火场时 个人发现三条大蟒蛇的礁尸 最长的达到三公尺 另一个保育团体 也公布另一条大蟒蛇被烧焦的照片 这条当地俗称蟒蛇王的巨蟒 估计长度可能有十公尺 此前张开血盆大口 险见相当痛苦 家里曼丹特有动物 婆罗粥红毛猩猩 健康也受到埋害影响 一家保育中心 已经至少有37头猩猩 出现和人类相同的疾病 面对如此灾难 许多人都有疑问 印尼政府救灾的工作 如此难不经心 竟然让灵火延烧 超过八个月 通骂下属 带呼职守 酿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话才刚说完 怒气未消的祖柯威 立即搭上直升机 前往苏门达腊 实地视察在区 这番话并非空虚来风 住在雨林地区的居民 习惯放火烧林进行整地 2015年印尼发生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埋害 祸首也是民众放火 政府下令 不准再以火根方式 砍伐森林整地 但却无法完全禁止 最大的原因是 砍伐后的林地 被用来种植 可获率暴利的棕榈树 棕榈树是热带植物 果实可以提炼棕榈油 巧克力饼干等食品 以及洗发精 牙膏之类的名声用品 都用得到棕榈油 号称环保的生殖燃料 除了成分也是棕榈油 目前印尼是全世界 最大棕榈油生产国 去年产量超过2200万公顿 产值达到205亿美元 如此庞大商机 当然无法放弃 就算牺牲雨林 也在所不惜 去年印尼损失122万公顷林地 估计其中60% 就是用来改种棕榈树 大火让印尼民众付出惨痛代价 同时也波及邻国 由于夏季西南风盛行 苏门达拉的雾霾 被季节风吹往马来半岛 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加坡 外国观光客最爱去的滨海湾 严重萌尘 喷水鱼尾湿 豪华的金沙酒店 全部灰头土脸 马来西亚埋害的情形更是严重 近一个月以来首都吉隆坡 几乎天天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最知名的地标双子星大楼 失去往昔的光彩 空气品质天天拉紧爆 民众口罩不离声 印尼政府评估可能要等10月与11月 雨季开始后大火才会受到控制 为了贪图尽力 肆意破坏宝贵的森林 不但火炎子孙也再度证明 生态环境的最大杀手就是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